请收看 维新世界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切梦境 永远的缺 此地众生 何不休息 各位微信前世 及各位双善之士 好 好 刚才我为各位讲了我的修行过程 40年我一直在探讨我的人生过程 从天上界 28成天天上界回来之后 我发现我身体上的细胞能量增加了 很多不可思议的能量 也增加了 我们的智慧 也是这样 经过时空的摩擦 我们的智慧思想 也穿越过时空 我在想是不是 和《释迦牟尼火金刚经》所开示的 和《释迦牟尼火金刚经》 和《释迦牟尼火金刚经》 我现在还在《释迦牟尼火金刚经》 我现在还在正道 所以从74年 到天界 28成天的极肉世界 回来之后 我发现 我身体的能量 增加了 无限的能量 所以众生有病 所可以为他加持 孩子智慧 要增长 所长中 放着光 可以为孩子 希望大众 增长智慧 种种的 王宅老祖所传给我的 我也不敢说超能力 我只认为 我的能量增强 增强的能量 我就可以分享 给十方善信大德 所以在75 76年开始 我就 我就 依照王宅老祖所传的 为大众 受惊 加持 一面将 一面将 王宅老祖所传的 《义经》 《义道天机》 和佛法 融为一鲁 发现 这个荣为一鲁的 力量 可以相互 可以相互的分享 和加持 与祝福 所以之后 我就一直 发现 一定要将 《义经》 与宗教 融为一鲁 相互 相互成就 这个智慧 开始广松 地质 让大家能够将 《义经》 读熟了 应用熟了 之后 可以作为 解焉事劫 消灾化绝 黄焕未然 之天道 天机 现在已经四十年 我发现 要修行 成就 无跨碍 无颠倒梦想 要究竟涅槃 一定要研究《义经》 王禅老祖 已经将《义经》 和禅中禅学 荣为一鲁 荒唤未然 与其无所生 而这即使我们今天 维建圣教义经大学 所传授的 《义经》 《义道天机》 和神道关怀众生 神学的《义经》 《义经》 《义经》 都在《义经》 《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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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楚楚了啦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今天所学所研究的艺经 要活用 我们讲佛法 金刚经和义经 都是空性 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终极度过 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就义经的金刚经 义经和佛法的金刚经 两个本来都是一 一二 没有二 你经刚经 我们现在讲到说 先是罪业 消除 先是罪业的消除 尽量以光明面越多 善事越多 好事越多 学了越多 念佛念的越多 念经念的越多 你的光明面越多 那么一经 这世间法 世间法 充满了黑暗 在摸索 这光明这一点 这个道 所以你经 读了越多 你这一点就越扩大 然后转到这里来 转到光明面来 到最后 整个是光明 河洲太极 无极 那这个回归原点 所以我给各位的佛号 是原自备 这是光明天 这个人世间 还有黑暗天 黑暗面 在天上界 完全的光明天 你要到这里来 必须经过 无量节 阿生其节 无量节 的时间 我们才能来到 来到世间 来到世间 你还是 要接受 善恶 是非 的考验 所以才有 台湾祖师 赞叹王产老祖 倒叫吃行 一句真言 阴梁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可惜天理难分明 大家来到世界上 历不从心 事与愿违 人与人的思想会不同 人与物 人与事 人与道 都有阴 暗阳 阴梁日月最长生 无论白天 是日 或是晚上 晚上为月 白天为日 日月同灰 是最永恒的 但是我们来到世界上 有白天 有白天和黑夜 这个也是永恒的 有成功与失败者 也是永恒的 有 世世恢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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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的 倒架持航之后 台湾祖师 他开示了这世俱记 皇产老祖战记 阴梁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所以我们有很多信众大德 来告诉他的烦恼 谁是谁灰 是是灰灰 我就勉励他 一两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对对对 这是天理难分明啊 我说恭喜你 来到天理难分明的世界 你还在烦恼 一直想希望 你能过得光明天 那以后再讲吧 死了之后 你才会回到光明天 但是你没有修 你要回到光明天 很困难 死了之后 继续陷下去 掉到更深的 半丈深淹啊 才有地域的烦恼 第一届的 各种四肃灰灰 的问题出来 所以当下各位同学们 你们务必 要有这个 智慧 而且你们 时时时都会遇到 有你所不清 所不清 也所不清 你不完的 四肆非非 在天理难分明啊 你都对到不 恭喜哦 你都对到啊 所以啊 来到世间看待事 要有超越的 像早上 我们约十节 她是我自从脱胎转世到现在来 很多事情 人家都摸黑我 世世恢恢 我说恭喜你 因为你还是人 人家还会从你身上来找到 世世恢恢的事情 说你怎么样 这是在为你消业障 你又说完了 就耍了 这还有 那表示你的先世罪业还很多 所以一句话说不完 两句说不完 三句说到天亮 这个每个人都一样 师父在行道四十年 也碰到很多天里难分明 四十五灰灰的事情 我一定先静下来 再问自心 我这样做 对吗 不对 我就改 所以我每当遇到 烦恼的时候 就用意 三句话 这件事情 我这样处理 对吗 画出来了 四遥望向 就对了 动摇来相生 也就对了 你就按照你的方向去做 所以四十年了 我一步一脚印 带着各位同修里面修行 将一间风水传给各位 我都是以王燦老祖所 开始的用意 立人天 来普遇 对与不对 若是以立他的 挂斩起来 是不是能立他 动摇 生死摇 就是能立他 自摇 扣硬摇 也是在立他 扣硬摇是激发他 要精进 也是立他 都是动摇 来客 是摇 你们所要决定的事情 绝对不通 你还要再重新再研究 再思考 思考之后 你再用意 普挂 看挂项 动摇的深刻字画 聊聊聊 聊聊分明 所以王燦老祖 开示 防止 未来有先世 罪业的发生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用意 学好 欲经 的道理 安静 安静 有没有 所以 我们的一生 都会碰到 磨磨考考 说你不好的 四叔 惠惠的 是你最亲的指导灵 是你 多生的亲友 父母 有托 去本好友 来考验你 让你能够 守器 不必要的 多余的思想 所以我们 凡事要用意 你可以 皇冠未然 以其无所生 这其事 上圣的 心法 所以各位同修 今后你们碰到 人家说你不好 四叔 我告诉你 你最好 把他挠起来 包起来 慢慢的来 反省 来检讨 不对的话 马上改 你要感恩 你就可以 防范 先是 罪业的花生 你就能够 跳脱 那我们现在来回向 请和长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活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樊有建文者 激发菩提心 同胜极肉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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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